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晚会的一些亮点吧 一些怎么说呢 透露一下我们的信息 我想这是你们大家想知道的 是不是 这个晚会从这个总的来说 我今年是想清述一下我们华府人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爱 这就是很local 所以我们的主题虽然定的是欢乐天天 可是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 从这讲起 这是我们整个主题 然后呢 我们的节目呢 也是华府人的语言 那就先说我们的语言类节目吧 这是最直接的语言 那么语言类节目呢 我们这个有一个新三句版 这个主要就是写我们华府人这二十来年的生活 打拼和他的翻译 不容易 所以我们这个三句版应该说是很华府版的新三句版 那么还有我们的华府版的这个七嘴八舌 也马上就要跟观众见面了 大家一定期待着这个节目 那么我再说我们的歌唱类 我们歌唱类也有诸多的华府版 华府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版 只有我们华府人能看到的这一版演出 你比如说啊 我请了一位这个 我们啊 对不起 我们请了一位这个黑人的歌唱家 他叫Chiles Lee 他是Michael Jackson的这么说吧 他的声音酷似Michael Jackson 所以他呢 就会到我们这个晚会来演唱 他的绝活 大家想不到的是 他是在跟一个儿童合唱团合作 这是这个演员都想不到的事 可是我就把这么一个流行歌手的著名歌星 跟儿童合唱团捏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挺有这个特别精彩的一个节目吧 现在正在制作 而且呢这个我们这个Chiles Lee 也会给大家献上一个Michael Jackson的经典 我不能再讲了 再讲大家都把我这秘密全探测到了 是不是 我现在就停了 如果想知道我们的华府版的节目 还有多少 一定得到剧场来 具体我们的演出时间是1月3号2015年 地点请关注华府华语官方网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